好另外一家来关心的是 这是民进党总统呢 这个包括呢 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早上到北投菜市场来造势 宣布倒数30天 1000个菜市场总动员 不过呢 媒体仍然是追问呢 宇昌案的许多的疑点 现场最新状况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宇潮 宇潮请说 好 各位观众 距离2012大选投票日 只剩下不到3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民进党呢 在特地在今天呢 是从全台湾南北的 到处来发起 所谓菜市场的扫街活动 希望能够一路串联起 在选前一个月 对这个民众 对这个蔡英文的热情 不过刚刚呢 蔡英文在台上致辞的 所以像智德讲话的时候 她刚刚其实一度口误哦 把上菜市场拜票 讲成上菜市场买票 连她自己都觉得很拍摄 我们来听听看蔡英文的最新说法 那么我们要麻烦各位 对我们扫全台湾 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说 以前上菜市场是买票 现在上菜市场是拜票 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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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买菜 买菜 买菜 还有拜托支持蔡英文 我们是没有全买票的啦 我们去买菜 现在是我们去拜票 我们可以听到呢 刚刚蔡英文哦 她是想要去讲这个到菜市场去买菜 结果自己口误 讲成到菜市场买票 连她自己都觉得很尴尬 但虽然发生这样一个小状况呢 其实刚刚蔡英文呢 到这个板桥的普钱市场 来扫街拜票的时候 还是受到相当多支持者 热情的一个欢迎哦 那相当支持者 许多的支持者都挤着 要跟蔡英文一起来握手合照 希望呢能够来祝福蔡英文当选 那其实除了民进党的蔡英文 今天在这个板桥 来进行菜市场扫街拜票之后 包括了这个苏家泉 以及苏家泉等人 其实都在全国南北的各个菜市场呢 希望能够在这个权力的 为这个选情来冲刺 也希望在选前一个月 能够达到少到 少一个1000个菜市场 以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 以上鸟英情况 把镜头交完给本人组 好 谢谢于乔的临线报导 更多焦点 中天新闻随时为您做第一手的插播